从10层楼高的屋顶滑下逃生 这一套台湾人自行研究生产销售的滑降机 打破高楼逃生的限制 从穿戴到降落不用30秒 就是这个核心元件为发明人夺下国际大奖 所以我的设备的心脏就是存储这支亚龙钩 这也能够附带了两颗减速尺寸 在特定的设计当中 它的安全的锁扣不时在操作当中而弹开来 再来我们的安全带 它是一个两条式的安全带 以坐姿的姿势 属于平稳的状态 平稳的坐下缓降 这一整套滑降机发明人发表后 更是一举夺得台北日内网 披子堡首尔等的国际发明展奖项肯定 以目前来讲的话 超过十六以上的设备是完全没有的 在我们历经五年的辛苦的研发 而且是国人自行研发在台生产制造 经过这五年的历经的奋斗 终于把客户的十六以上的设备的一个产品 照顾女生每个月的好朋友 现在台湾的发明家也推出令人惊艳的新发明 有国人自行开发的汉方卫生棉 选用薄荷冰片麦饭石等药材淹磨成粉末 除了清新的香味 还有汉方药材带来降温的额外效果 因为我们是用汉方研磨成粉末 在制造的时候把它放进去的 所以它的有效性会一直存在 用过的女性她评价说 她从来没有过这么舒服 从来没有过用过卫生棉这么舒服 所以她对她的评价非常高 那舒服不只是我们清凉的感觉 其中包括义菌的能力 因为义菌的能力很强 所以没有那个烧痒的感觉 所以对复刻的一个帮助很大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次到国外去参加发明的一个比赛 就得到一个国外的肯定 得到很多的奖项以及金牌奖 尽管LED商用照明成为火热话题 目前一般的室内照明仍为市场主流 妥善运用现有灯具增加效能 更是绿色节能生活的第一步 台湾厂商推出的T5灯具组 今年在日内瓦发明展用夺金牌奖 透过发明者修正产品架构 省电效能竟然高达七成 那我们可以利用反光片 搭配我们的反光结构的一些元件 让我们三支灯管的效率 可以达到四支灯管的效果 那也会让整个室内照明的照度更明亮 整个省电下来大概五到七成 因为我们其实基本上T5的灯具 四支T8的换成四支T5的 就大概是省三成 那我们灯管数再减少一支 所以大概就可以省五成 那再经过我们的规划 让整个总展数减少 下来就可以大概可以到七成到八成左右 这些来自生活创意 与工业技术的新发明 不但为世界带来进步的可能 更把台湾发明家的辛苦结晶 展现在世界舞台前 想看更多的发明吗 由外贸协会主办的2009台北国际发明 暨技术交易展 网络台湾与全世界的创意发明商品和专利 即将在9月24号台北世贸易馆亮临登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